我个人啊 第一次 在 我二十六岁的时候 那么益房工的住持 就叫 施费灵 施费灵 他拿给我一本经典 这本经典 就是高王观世音 增经 高王观世音经 他送给我一本经典 就是高王观世音经 那我回去呢 就开始持送这一本经典 二十六岁 念这一本经典 一直念到现在 那没有停止过 他每一天都送 那么高王观世音经 里面第一句开始 就是高王观世音菩萨 那下个礼拜呢 就是要念 就是要做 高王观世音菩萨 的父母 这个奄言 这个奄言流长 奄言 有很深的奄言 这一尊 观世音菩萨 跟我们 出不那是故 有很深的 这个 因言 存在 那这一尊菩萨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系统 那他带的观 特别不一样 他带的是七佛观 七个佛 过去七佛 未来贤戒千佛 高王观世音经 里面 过去七佛 未来贤戒千佛 这一本经典 最后 也是七佛灭罪真言 七佛灭罪真言 这尊观世音菩萨 我第一次 看到他的精神 是在台湾的 三一 那里有很多的 这个佛具店 当中有一尊 是高王观世音菩萨 非常庄严的 非常庄严的 观世音菩萨 威灵显赫 而且我特别 喜欢他的 能灭生死苦 能灭生死苦 生也不苦 死也不苦 那是最好的 因为大部分来讲 生苦 我们都忘掉了 出生的苦 我们都会忘掉了 因为那时候还 还记不住 可能记不住 生苦 我们都忘掉了 但死苦 就很难忘 死的痛苦 死前之苦 是很难忘的 但是这一本经典里面 我一看到 能灭生死苦 这个死苦也能够灭掉 这个一定要念 因为死才痛苦 死前苦是很苦 既然能灭生死苦 那一定要念 还有 消除诸毒害 如果有人要害你 遭遇到 因为人跟人之间 我坦白讲一句话 真的是 很难相处 真正能够当成你的闺蜜 或者当成你的密友 能够知心的 我们常常讲 相识满天下 能够知心的 能够交心的 有几个 你自己想想看 能够真正 把心交给他的 到底有多少个 很难啊 大部分的人 都是害来害去 害来害去 不是你害我 我觉得这是我害 害来害去都不合 这高王观声音有讲 消除诸毒害 别人害你 害不着 所有一切毒害 都会消除 就凭这两句 我就念的 要死要脱 不过事实上 这一生啊 虽然有很多的挫折 跟困难 倒也都是平安过去 让人家害不得 让人家害不得啊 真的 真的害不得 也没有损失什么 这个 所以高王观声音经 高王观声音菩萨 你要跟他结缘 而且常常识送他的经典 感谢您的声音菩萨 感谢您的声音菩萨 感谢您的声音菩萨